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千多家企业里面挑选了五十家 他挑选的目标是最具长期增长价值 他认为为了持续高增长的企业 第二个的话呢 有机会成为明日之星的全球公司 就在这么一千多家里面选了五十家 小米排在第七位 以及富比市全球数字经济一百强中的第五十名 第二个好消息呢 是我们还入选了2019年福布斯 全球数字经济的一百强排在五十六名 这个数字经济呢 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新经济和互联网经济 所以呢 小米呢 在全球的影响力呢 也越来越强 第一个发布的产品是什么呢 是小米电视的新品 19年小米电视在Q1到Q3的出货量为中国第一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据第三方监测数据显示 在今年的到今天为止的前三个季度 小米电视已经连续三个季度 获得中国第一的好成绩 首先第一款新品 小米电视5Pro 首先外观 做得超轻薄 5.9毫米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大家所常见的 手机还有2B铅笔 5.9毫米比它们都要薄 这是比手机还要薄 比超薄手机还要薄的大屏电视 比小米电视4还要轻薄 全面屏设计的电视 它的边框再窄47.1% 下边框再窄39.9% 而且工艺还有了进一步的升级 高端的超薄全面屏电视 拥有极窄极致的窄边 5.9毫米的超薄 一体折弯的航空铝边框 还有无罗丁的金属美背设计 内部采用量子点的电视 量子点技术 那何谓量子点呢 首先量子点是直径小于10纳米的 一种荧光晶体 它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其一就是它当受到光线的刺激的时候 就会发出非常非常纯净的有色光线 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 这些不同直径大小的纳米材料 它受到光线的刺激 会发出不同颜色的光线 所以它的色彩会更好 更纯净 第二点就是色彩极其的纯净 真实且自然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普通电视的光谱 还有量子点电视的光谱 可以看到量子点电视的 蓝色 绿色 还有红色 都极其的纯净 干净 色域更广 色域高达NTSC 108% 对比普通的电视来讲 它的显示能力是极其的惊艳的 并且支援HDR10加 支援8K解码 然后支持HDR10加 还全系支持了8K解码 并且与三星Sony的电视PK 接下来是竞品盲测的影片 我们拿到了小米即将发布的电视新品 小米号称这款年度旗舰的量子点电视 画质可以媲美索尼三星 我们邀请了30人参与盲测 那么结果到底如何 咱们一起来看看 歌有歌的优点吧 三号就是颜色特别突出 二号 我觉得它这个画面更高级一点 更有质感 这个电视的画质还可以 把游戏看见也很严重 每个三个电视效果都不错 我年纪达580 1号有亮 同时电视的下班 是采用了一个远距离语音 如同小爱同学可以控制家电 这里面内置了四个麦克风的阵列 也就是说小米电视5是支持原厂语音的 它能够像小爱同学一样 你只要喊他一声 小爱同学不需要遥控器 你就能够让他去听你的操作和指示 再来来到售价环节 小米电视5 Pro 55寸3699 65寸4999 75寸9999 11月11号全通路首麦 再来第二样新品 小米CC9 Pro 首先提到手机照片的设计方向 有人说应该做高像素 有人选择大底 或者是最近很热门的变焦功能 小米CC9 Pro应该怎么选择呢 我们不去做选择 我们就要去在方方面面的影像体验上 是搭载了首款量产一亿像素的手机 它将会是全球首款量产的一亿像素相机 并且与相机对比 在相机中 一亿像素到目前为止 也只有四款相机 样张的解说 这是一张在瑞士拍摄的样片 远处呢 有一座巍峨的雪山 大家看 在山间上 还飘着一朵白云 在近处的山坡上 长着挺拔的松树 它的每一根枝条 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再往山下来走 你会看见一个静谧的小镇 它对着流水 对着森林 而在森林的下面 你还能看到有两个人 牵着它们的宠物狗 在悠闲地散步 而这所有的画面 都仅仅只是一亿像素照片的一个小部分 整张照片是什么样子呢 非常的震撼 用一亿像素拍人像照片时的样子 一起看一看 你可以看到明媚的眼眸 你可以发现王源线长的睫毛 甚至呢 你还可以看见戒指上的微痕 或者是王源手指上的纹路 帮我们再尝试放大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看一下 在它的眼里 你可以看到一扇窗 透过这扇窗 你甚至还能看到窗外的蓝天和白云 在窗前 你还能看得见摄影师的剪影 而这就是一亿像素的魅力 高像素和大底的感光元件 在拍摄逆光照片时 大底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当你遇到很严苛的光线条件的时候 比如说傍晚 逆光 船上老翁点起的煤油灯 它能否照亮竹牌上的小细节 而大底当你把它的暗部提亮的时候 你甚至能发现更多的层次和更多的内容 再来是像素大小模组的尺寸 这是一千三百万的模组 这是两千万的模组 这是四千八百万的 主流旗舰手机采用的主摄的模组尺寸 已经是非常大了 而一像素有多大呢 是一个巨大的尺寸 以及实际模组的大小 这是一千三百万像素的大小 这么大 这是一亿像素的 同时支援了十倍混合光学变焦 且支援五十倍的数码变焦 它同时支持十倍混合光学变焦 最高可以支持到五十倍的数字变焦 我们给它写了一个名字 叫天涯镜 再来是样张的示范 有什么呢 我们去看一下 拉近 再拉近 当在两倍变焦的情况下 我们已经可以隐约看到 街道里有一条轨道 再拉近 你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了 近站的列车 而当我们尝试 把它拉到十倍变焦的时候 近站的列车 桥下的行人 甚至是楼梯上的文字 都可以被看得清清楚楚 一意义上 十倍混合光学变焦 就是可以拍得清楚 一千米以外的行驶的地铁 以及与友商PK的样张 这是在两倍光学变焦的情况下 远处楼顶上的字体 显而易见 我们拍得更清晰 再看五倍 拍摄书籍上很小的文字 你也可以看得清 锐锐的边缘和细节 而在十倍变焦的情况下 哪怕我离主体物非常的远 哪怕我拍的是一个书籍的一个小细节 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五色镜头各有所长 一千两百万的人像镜头 及两千万的超广角镜头 可拍摄1.5公分微距镜头 同时软体也新增了超级夜景 由于硬件的优势 配合新的超级夜景算法 色准会更好 首先是色准 小米橙色的logo 在友商的手机中 其实已经变成了接近红色的呈现了 但是在小米CC9 Pro里 夜晚的环境下 你依然可以看到准确的颜色 高光不过爆 把灯拍得不过爆 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在友商的相机里 其实拍得已经很好了 但是不够清晰 而对于小米CC9 Pro 你甚至可以看得清楚 每一个灯泡的形状 而且连灯光照射出的地面 也都可以看见更多的细节 细节会更好 在远处灯箱上 一个很熟悉的咖啡店logo 大家可以看得清 两边的差距 前置镜头采用了3200万的镜头 可以在极黑暗的环境中自拍 这是友商一的 这是友商二拍摄的 已经好了一些了 小米CC9 Pro拍摄的画面 什么样呢 最后是整体的相机规格 一亿像素 五摄 四颗闪光灯 十倍混合光变 毫不夸张的讲 它是有史以来 小米手机最强的影像系统 再来是外观介绍 采用了曲面机身 双曲面的屏幕 配合着全曲面的机身 当你在看到它 或者使用它的时候 你都能得到非常舒适的手感 视角更圆论 因此手感会更好 早上我们也做到了球面的设计 所以当你把它拿在手里的时候 你会得到一个零死角的手感 萤幕采用了6.47寸的 OLED曲面萤幕 下巴比友商更窄 同时配色有三种选择 有白色 冰雪 极光 绿色 魔法滤镜 及黑色的暗夜魅影 同时也有保护壳的配件 及撞色表带的保护壳 处理器采用了骁龙730 电池为5260毫安时 同时支援30瓦的闪充 并且号称于友商 PK40瓦快充的影片 支援屏下光学指纹 音质也支援了HIRES的认证 当然NFC红外耳机孔也都有 及直接搭载最新的MIUI 11 再来换雷总上台 讲解CC9系列的设计目标 这个CC9P怎么样 其实呢 我们一年前在定义这款产品的时候呢 就把小米CC定为成拍照手机 即讲解相机的机构 我们在一年前特别担心 这么大的相机 怎么能塞到这么小的手机里面 卸电卸地 有了高端的曲面屏的技术 这种曲面屏呢 就是把这么大的相机塞进去 还是整机显得没有那么厚 以及相机的总结 相机的总结 1亿像素的相机 5个摄像头 4个闪光灯 10倍的混合光学变焦 50倍的数码变焦 还有一颗 1.4mm的大像素的人像头 还有极光对焦 还有8P镜头 还有可以贴着拍的 1.5厘米的超微距的相机 讲解于华为相机技术的PK史 相机技术上 3到5年时间 要成为全球第一 当时的全球第一呢 是华为 我呢随口说了一句叫 干翻华为 当然 干翻华为这个词很刺激啊 我一说完以后 就被在座的 媒体的朋友们广泛的宣传啊 引起了很大的误解 其实 这句话的意思不是 我们中国企业之间的 恶性竞争 商业互怼 我想表达的是 在华为最在意的相机系统上 小米要在技术上 超越华为 过去三年的话 我们在相机技术上 进步很快 当我们对相机技术 研究越多的时候 越觉得华为厉害 但是华为越厉害 我们就越想超越 这就是小米人身上的那种 不复苏的精神 我们把这个超越制度呢 分了很多个阶段 去年年初呢 我就提了一个小目标 我说 你们今年一定要超过华为P20 如果不能超过华为P20 就没有年终奖了 当然这句话也开玩笑啊 过了半年时间 我们的团队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果然超过了华为P20 结果 友商的领导说 他们最牛逼的不是P20 是P20破 哎呀 搞得我就挺尴尬啊 我今年年初又定了一个小目标 我说 咱这个拍照计划 这次得干翻P30 Pro吧 所以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把P30 Pro作为假想敌 所以我们在整个屏幕设计 很多设计都是 用赶超华为P30的目标 来设计的 及CC9 Pro的DXOMark的分数 知道这个121分呢 意味着什么 当中录影又是第一 变焦也是第一 相机技术的提升 DXOMark给了相当好的评论 DXOMark呢 就给了我们非常高的评价 我把这个评测报告的最后一段呢 印在了屏幕上 叫 小米正式晋升 顶级手机的大联盟 与苹果 三星和华为 三大巨头 平起平坐 由于曲面屏幕价格比较贵 因此也让雷总讲出了一些粗话 我们的设计师还用上了 又很昂贵的曲面屏 曲面屏一般的手机都在四五千块 最便宜的曲面屏手机也是三千多 这么高的成本怎么办呢 微博上有人在那喊说 一千九百九十九 这他妈的 绝对是捣乱的是吧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最后来到售价环节 售价为 6加128G 为2799 8加128G 3099 8加256G 3499 11月11号 全通路首卖 开头解说目前智能手表的状况 首先呢 他们大部分呢 都能通过来压联络手机 可以作为手机的一个 扩展的通知设备 它可以把你的手机上的通知 手机上的来电 来提醒你 另外呢 我们发现大部分的智能手表的系统 实际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它虽然内置了很多很多的功能啊 但是几乎都无法装APP 另外呢 发现智能手表呢 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运动和健康 关于这三个功能呢 我感觉越看越眼熟 我在想 这不就是我们的小米手环吗 外观 采用1.78寸的OLED屏幕 采用四曲面的玻璃 陶瓷的后盖 铝合金磨砂的侧边 轻敷抗过敏的表带 同时有两种颜色可以选择 科技影与典雅黑 最后是手表的影片 请不吝点赏 配置采用高通首发3100 4G版 支援Wi-Fi蓝牙NFC GPS 且采用线性马达独立的扬声器 支援eSIM且独立eSIM的号码 我想给大家看一个很简单的演示的小视频 比如我现在正在跑步 电话拨入了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在我的手表和手机上响铃同时响起 当我在手表上接起这个电话以后呢 我的手机就自动挂断了 是不是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再来是机构的拆解图 在这么小的区域塞了非常多的器件 并且电池是采用超大电池570毫安时 续航可以使用36个小时 充一次电可用两天 关于续航呢 我还想多说一句 大家也知道 之前很多朋友对我们的那个小米手环的续航 是特别满意的 其实我们官方宣称啊 我们只敢官方宣称20天 但是很多朋友告诉我 好像越用越长 关于续航这一块呢 我们还会持续的优化 我相信我们也会做得越来越好 再来是系统 我们到底大概都有哪些功能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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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手机操控方式一样 且支援超多的表盘 可以自定义表盘 例如亲人的照片宠物 或者是个性签名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功能 同时支援了小爱同学 功能与手机版的是相同的 为什么叫全功能的小爱同学呢 因为它的功能跟我们的手机上的小爱 几乎是一样的 支援IoT的操控面板 表冠即可调整灯光 能不能通过简单的拧动这个表冠 就来调这个灯光的亮度 同时运动项目支援了十种运动模式 支援防水 并且可以分析运动效果 当中有一个独特的最大摄氧量的分析 同时健康层面则有压力检测 睡眠检测及心率检测 并且新增的新功能 身体能量监测 你的电量 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工程师的一天 下面的柱状图 是他每天在不同的时间段 从事的活动 或者说当时的压力状况 那条红色的线呢 其实就是他的电量了 大家可以看到 晚上美美的睡了一觉 早上起来能量满满 电量是百分之百 经过一上午跟产品经理的激烈争论 他的电量跌到了72% 中午呢 美美的吃一顿饭 还小气了一会儿 能量又有一些恢复了 到了晚上的时候 加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终于快没电了 他可能就需要充电了 所以呢 我在此推荐加班的各位 每个人都买一块我们的小米手表 为什么呢 当你下次再加班 撑不住的时候 你就把你的电量给你的老板看一看 你说老板 我马上就没电了 你再不让我回去休息 我就要强制休眠给你看了 应用方面则有40个常用APP 再来是第三方的APP的推荐 例如Keep QQ 航铝纵横 当你们还在使用纸质的登机牌的时候 我其实已经用上航铝纵横的 手机上的电子登机牌了 现在你们都学会了 用手机上的电子登机牌 对不起 我又往前走了一步 我只需要抬 抬出我的手腕 我就可以过安检了 滴滴出行 等APP 最后来到售价环节 1299 同时也带来了 惊喜 小米手表尊详版 与普通版不同的是 它是采用不锈钢的材石 且采用四曲面的蓝宝石玻璃 这样的为限量贩售 售价为1999 小米手表为 11月11号全通路开卖 尊详版为12中旬开卖 那这次影片就在这边结束了 期待台湾市场 也有机会可以购买到这些新品 那我是威廉 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啰 拜拜 参加我们今天的发布会 也谢谢所有在看直播的朋友们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的发布会就到这里结束 场外呢 有现场体验区 欢迎大家看一看 现场体验一下我们的产品 谢谢大家 谢谢 本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